长洲打召和其他新界提供打召最大的分别呢? 长洲打召是用学佬的道士去行的科研 所侧重的重点就是在制优、超渡亡云方面 和区温云方面的主线,有别于我们新界里面的科研 这是最大的分别 而一般我们在新界制优方面 我们会看到最后一天的大优 还有有时会看到小优的情况 但是有别于新界的正一打召或者是全真的建召 长洲的建召 他们会在水丘方面有很重视 这个关乎他本身的岛上的原因 有可能是水中的亡云 又或者曾经河市的话是水难的情况 所以他的水丘都算是比一般新界里面的水丘 是相对上明显是比较浓重一点 还有长洲打召在布置上是很刻意留意的 有很多包山 这个就是传统我们新界里面的打召是不会出现的 而参加者呢 这次呢 这次呢 除了可以看到 德日文化安排的一些 所谓的包点制作上面 和这个扎作包山的情况 另外呢 他最想得到就是说呢 我希望带到大家就是说 是长洲太平清照背后的一些东西 例如在冲培萨大家可能集中在前面 看着他冲出来的勇猛表现 很激动啊 很激动啊 但是他背后的话 他在后面的准备功夫是怎样呢 放山的情况原来 连年就是有一种变化的 旧时放山原来是一个有特别的意思 所谓它是编排法 其实大家是会不意义到这一样东西的 那接着呢 放山完之后的折返 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经过的位置有什么特别要留意呢 其实我希望可以在回程那条路线方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的 那希望呢 在这条路线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你不意义到的东西的 那今次很荣幸呢 就请到罗家强先生呢 就和我们一起走 那接着呢 因为他本身来说呢 他是这个长洲南藤天后庙的所谓主持人 即是直理会主席 他本身呢 四代以上都世居长洲的了 那所以对于长洲那个太平清朝的变化呢 由太爷那代呢 就已经有些纪录了 那就可以美美道来 那那个长洲太平清朝的变化 他自小呢 十岁不久呢 就已经跟阿爸 阿爷啊 那样呢 就去长洲太平清朝那里帮忙了 就是看头看味也好 看电影也好 那所以呢 他对于长洲的变化呢 很清楚 尤其是太平清朝的变化 那我之前和他聊天的话呢 我都获益良多 那我希望呢 就和大家分享他的资料 他都很乐意和大家分享他所知所见所闻的 多多数个温暖 在更多的温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